关抗H7N9的流感传出好消息了 在台大医院35天的抢救之下呢 台湾第一例H7N9的这个流感病例呢 今天出院了 这名台商他戴着口罩坐着轮椅出席 但是呢跟医疗团队一起切蛋糕 来庆祝他的重生 戴红色帽子坐在轮椅上 他就是台湾首例感染H7N9的病患 经过35天的治疗终于可以出院 那天在球场大概有400个台商在打球 他们都长期坐在那边 其实他们的机率比我高很多 语带幽默但讲话还是有些虚弱 这场大病也让他瘦了15公斤 其实我现在身体感觉其实蛮好的 谢谢大家的关心 鬼门关前走一挥心里充满感慨 4月9号从苏州返台后开始出现了症状 20号住进腹牙隔离病房 期间一度病危 好不容易捡回了一命 医院也为他准备蛋糕庆祝重生 他肺部当初非常厉害的发炎 会不会以后会有肺部一些纤维化的现象 影响到他的肺部换气的功能 这是我们需要继续追踪的 医师叶坦称 这一个多月来加重药物剂量 装液刻膜又插管 几乎都不确定有没有效果 幸好病情受到控制 才有机会看到台商恢复健康 非常谢谢大家的念力 非常谢谢大家的祈祷 中天新闻 徐玉昌 邵玉敏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的设计